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月16日美国东部事件 现在是晚上时间 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看以色列这边最新的情况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 麦卡库里拉将军今天上午当地时间抵达了特拉维夫 与以色列总参谋长哈勒维以及其他一些国防和军事官员举行了几次高级别会议 库里拉将军表示他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目标将是确定 以色列目前迫切需要哪些军事援助 以及如何防止其他国家和团体卷入战争 这个中央司令部司令直接到前线 这个西龙事件你觉得这个美军还会不参与这个战争吗 这个战事你怎么看 嗯对我之前说过这这这一次这个以色列这块 美国其实表现出来了一种非常坚决的态度 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中中俄在四处点火 就把这这个趁乱好好好寻起司机这个怎么着推进他的这个下一步的计划 比如台海什么之类的 但是能看得出来美国在这个事情上是就是其他地方可能表面乱一乱啊 或者搞一搞 但是碰到这个以色列这块有点很硬的这样的感觉 就是表面上我都不能让你再继续占到便宜 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所以说他你这个之前的这一系列部署 然后就看今天的这个消息就接下来 这么高级别的这个这个实际上是是负责前线战士的这样的这个社会官到来的话 我觉得他这部分意图还是说在你这个就是遏制住他继续发展的情况 但是怎么遏制那肯定是要要封堵住其他国家参与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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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这个这个这个相应的这个威慑和这个军力要足才能才有可能去防止他们下一步的这些 比如说伊朗和叙利亚的进一步的行动 我是这么看的所以说他下接下来肯定会加重兵力 说太对了啊 接下来其实就是加重兵力 就中央司令不司令到现场到前线啊 这啥这就是乌林肯跟内塔尼亚湖全面啊 八个小时会议之后 这里就开始啊 部署了 中央司令不司令就已经到了 说白了就是全面加入战争战斗啊 美军 接下来将会怎么样配合啊 这个突发新闻刚刚 这个中国战斗机 中国中共国危险拦截 拦截加拿大巡逻机 啊 最近距离不到五米 啊 中国战斗机 当时加拿大 那巡逻机正在执行对朝鲜的制裁任务 啊 在哪个海域啊 在国际水域跟加拿大极光巡逻机 巡逻机 跟随加拿大极光巡逻机 几个小时 其中一下中国 飞机距离加拿大 飞机不到五米 这个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尔对记者说 中国空军的行为不专业 而且是危险和鲁莽的 布莱尔表示 他已经将自己担忧传达给北京 这个极光巡逻机 是有13名机组成员 当时在执行任务 支持联合国安理会 针对朝鲜的制裁 以回应朝鲜的核武器试验 和弹道导弹发射 而中共 是吧 直接派战斗机在后面 尾随 差点再次上演 所谓当时的什么 王伟 是吧 撞击事件 南海撞击事件 这个 中共的 你看啊 那边 以色列 那里 已经即将啊 战场即将开始 即将开始 而中共这个在东北亚 你看 这因为就直线对朝制裁任务 东北亚 局势 也在即将深温 你怎么看啊 金正先生 嗯 就是不能忽视他们的这个 这个 说白了 总体的态势 他是 看得出来 他们是想把火豆点起来 然后 自己进行他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 推进的这样的行动 就是 把战线拉开 哪有机会的 他从哪上 但是他 他可能有他的步骤安排 只是说 意思是说 他在每块都 也都不会放松 就是 他肯定会去扮演 那个点火的 这个点火人的 这个角色 把 把他 在他的立场上 把火点起来 才有可能有机会 所以我觉得 这一系列的事件 就是 当然目前看这个 这个以色列这块 不牵涉 并不牵涉 他们自己 自身太大的经历 他因为他 一些物资啊 什么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像装备 什么之前 肯定早早早早的 就已经 已经放在那 他会观察 这个局势 就是 以色列这边的进展的 这个状态 会 会是 会是他们引导 下一步行动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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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素 所以说 他肯定会在那块 已经乱起来的 这个 这个 当中去 去干 就是同时发展 其他战线的 这些 这些事情 所以说 以色列这块的 这个 局势演变的过程当中 他一定会发生 在其他地方的 这样的 不同规模的 这种冲突 或者他的这种步骤 我是这么觉得的 所以说 现在这种并发的 趋势 能看出来一些 不乐 刚刚啊 以色列 国防部 发言人 是这样说的 他说 以色列 非常感激 美国 通过情报共享 和军事援助 运送 所提供的帮助 但不会要求 任何一名 美国士兵 在以色列作战 战斗将由 以色列国防军完成 啊 这个以色列 这个能力 还是很强啊 是吧 但是美国 其实 在周围 已经全部部署 说白了 就对 哈马斯 大家都知道 以色列国防军 一点事都没有 但是啊 如果是 叙利亚 黎巴嫩 伊朗 那以色列 就美军 肯定会出手 是毫无疑问 所以这美军的部署 目的就在这里 目标就在这里 普京啊 假装在这里 与以色列总理 通电话 主张因和平解决 以哈冲突 啊 还与巴勒斯坦 埃及等国领袖 通话时 跟呼吁推动 建立独立的 巴勒斯坦国 与以色列 和平共处 但是没有一句话 谴责 哈马斯的行为 是吧 呃 这个 普京也像 内塔尼亚胡 表示哀悼 啊 这是 很明显的 就是拉片甲 说白了 就是 你忍一忍 如果这一次 以色列忍了 估计未来啊 就没机会 说白了 就是知道 这个软了 是吧 就是 呃 普京在这个时候 把这个电话 想展示自己 是吧 这个存在感 其实说白了 就是威胁 啊 内塔尼亚胡 直接打掉 直接 啊 这是一种 另类的一种表达方式 是不是 啊 你怎么看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觉得啊 啊 那当然了 就实际上 这个咱们都能很明白 他这些邪恶周心 在整个事件里边 扮演的角色 所以 所以 大家我也不可能不明白 这个 中俄的这种意图 所以 他直接打电话的 这个 这个 用意 肯定是表达 比较强烈的 这种 我觉得 也是威胁的 这种意味啊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嗯 或者说 从他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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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达的这个事情里边 他已经 已经很明显 他不去 潜在这种恐怖主义行为 他就是 就是 也是明确了 他的立场 说白了 就是 你不要 不要还手 你 你就 你 你 你再还手 我们接着宣传 你对这个 巴勒斯坦人的屠杀 这意思 不得 他其实 这个时候 就是 普京 在这个时候 打这个电话 其实就是 已经看到美军 已经把局部好了 他没机会了 他也知道 接下来 他经营 在中东经营 多年的势力 叙利亚伊朗 可能 彻底结束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直接打电话 给内塔尼亚胡 希望 让内塔尼亚胡 是吧 你何为贵 这个时候谈何 谈何期是啥 就跟夏威奇一样 是不是 一方求和 说白了 就是手上没筹码了 才就会求 如果他 说白了 你普京 在乌克兰 你看看 那种强势 你就知道 当他 要吞你的时候 深冬活泼你的时候 你跟他求和 一句话都不给你听 直接就干 是不是 这俄罗斯 就绝对是这个概念 所以这个时候 所谓的 把拉斯坦 减国 独立减国 那因为美军 已经全部部署到位了 这个全球 军事信息 以色列 这个加沙的 10月16号 一个整体的回过 他总结了一下 以色列国防军 消灭了哈马斯 政治现场会议主席 和哈马斯 情报总局的主席 哈马斯继续瞄准 特拉维夫和 耶路撒冷 发火箭弹 真主党继续用 小型武器 反坦克导弹 瞄准以色列军队和装备 以色列国防军 对尼巴嫩南部 真主党阵地 发动袭击 近东 救济工程处表示 他们收到报告证 哈马斯窃取了 原本用于 人道主义行动的 燃料和医疗用品 他们虽然删除了 该帖子 但以色列国防军 证实了这些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 在驻扎 在加沙 以色列边境附近的一些 梅卡瓦 MK 四站安装了 车顶屏幕 他们是为了 额外保护 免受无人机袭击 美国 总统拜登将于周三 访问以色列 美国国务警 布林肯 会解内塔尼亚伙和以色列 战时内阁 会议持续了八小时 巴丹两栖准备 大队包括 第26海军远征 陆战队远征部队 正前往 东地震海加入 福特号 不久将加入 美国 埃森 考古尔号 航母打击群 巴丹号 航空 这个 两栖攻击舰 和卡德 霍尔号 两栖攻击舰 和梅萨维号 两栖攻击舰 均属于就绪 搭队啊 随时准备的 搭队 伊朗外奖表示 预计 抵抗阵线将在 未来几小时内 对以色列采取 宪法制人的行动 伊朗出 礼拜登大使 对此表示支持 他们表示 应认真 对待这些警告 美国 已按照 准备部署命令 派遣了 约2000名视频 主要用意料和行动 后勤行动 哈马斯称 他们扣押了 200至250人制 据报道 加沙周围的 以色列军队 正在举行 以联合打击行动 为重点的 最后演习 由于对 珍珠岛的担忧 日益增加 地面主情 可能会被推迟 世界各国继续 通过航班 撤离本国公民 来自埃及的人道 主义救援 通过拉法 边境口岸 进入 加沙 这个我们再 再回到 这里 有一个 在今天早期时候 这个 以色列 空军 照样 继续 空袭了 这个 珍珠岛目标 对 珍珠岛 几个 基础设施 进行了打击 除此以外 以色列 还对 还对什么呢 这个叙利亚境内 大马士革 进行了 空袭 对大马士革 周围 响起 爆炸声 应该是属于 军事目标 对大马士革的 这种 空袭 你怎么看 金属先生 我感觉 这个乙军 现在目标 比较明确 也不用跟谁 商量啥 所以就是 这个战线 已经 其实已经拓展到了 这个 主要冲突地区 或者说 哈马斯 这个存在的 这个地区以外 就是叙利亚 和背后支持的 我是感觉 他没有 没有 没有受到什么 很大的这种限制 就是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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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犯了 我一定要 要 要 然后 这个 完回去 而且我相信 这 就是目前 叙利亚境内 这种目标 他肯定是非常明确的 不是说 这个 这个 之前的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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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援 就是这一次 他 就他们掌握的 就是 对他们形成 这个军事 威胁的 这样的 这个军事 目标 进行了打击 我觉得还是 以色列肯定还是 比较果断的 就 感觉也没有 没有被束缚手脚的 这种感觉 嗯 我是这么绝 好 这个 对啊 对大马士革 直接进行空袭啊 这这这 估计也是 拜啊 这是普京 打电话的原因 是吧 打电话原因 联合国 这个 安全 事务委员会 否决了 安理会 否决了俄罗斯 联邦提交地下 决议草案 该草案 呼吁在加沙 停火 同时要求 释放人质 并向加沙 地带 提供人道主义救援 该草案 呼吁谴责一切 针对平民的袭击 和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 然后 在整个决议中 被称为哈马斯的组织 从未被提及 投票失败 只有五个国家 赞成该协议 即 俄罗斯 中国 阿联酋 加盆 和摩桑比克 反对 英国 法国 美国 日本 六个弃权国家 是阿尔巴尼亚 巴西 加拿 马尔塔 瑞士 和俄瓜多尔 说实话 就是俄罗斯 就是在联合国 你看 在这里 全面施展其影响力 出来了 是吧 中文 这个 普京 在10月16号 专门 接受了一个 采访 在到达 北京之前 专门放出来 看怎么 怎么 而评价习近平的 习近平主席 把我称为 他的朋友 我也把他 称为我的朋友 我们国家 有个说法 那就是 告诉我 你的朋友是谁 我就能判断 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国家 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因此 我现在 在美 习近平主席 我会感到不舒服 因为 这就好像是我 自己承载 我自己私的 他审视 多事 习近平 然后基于 对未来的考虑 做出决定 这很重要 他是个沉浸的人 但很务实 是可靠的伙伴 你怎么看 这个普京 说的审视多事 你怎么看 也比较搞笑 就是 这个他们国家 这个谚语 倒是没说错 你看你的朋友 是谁 就知道你是什么人 他包的是个准 你普京 也没有聪明 到家里去 然后 他这个评价 我想是怎么说呢 要特意 在这个时点 表达一下 他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关系 但是我相信 背后不见得 就像他们说 就这个 这个普京 表达出来的 这样 这个 习近平就真的 那么果断 那么那么大傻 只定这两个黑帮 这个就是两个黑帮成员 黑帮头目 在后面有什么 这个这种交易 或者这个 互相的这种诟病 也可能会非常多 所以说 他在这个公开场合 这种 你没觉得那种 也很尴尬 你知道吧 就是我怎么不想夸你 跟夸我自己似的 但实际上 那意思就是 我不想夸你 我是这么感觉 他这还有一点 他说 这个 我们这个愿意 你什么朋友是谁 就知道是谁 普京是战争犯 是不是反人类罪 战争罪 那习也是 就是意思是 是不是这个逻辑 就是反正互相没看上 但是现在这个绳拴在一起 你也好不了哪去 这倒是也有这层意思 还有一点就是 你看我普京是一个 杀人如麻的人 杀人大魔头 那习也是同样的人 是不是逻辑 对 怎么说呢 就是还是略显尴尬 他提起这个习近平来的话 他也不是那么顺畅 那就是 从他的这个 希望表达出来的这种情绪上看 他也 说白了 他也不是那么看好他 我是有这种感觉 反正就是 这个普京是个战争罪 战争犯子 所以他的意思是 习也是一样 好 咱们这个时段 这个时段 相关的 带来的 以色列 最新 国际形势 就分享到这里 给大家 分享完了 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 点赞分享 再见 咱们今天 请不吝点赞分享